字幕作词 字幕 李宗盛 各位同学大家好 本讲是要跟各位介绍 有关于Stream 就是是智串的处理 那智串在Python里面可以说是非常的重要 那也非常的Powerful 很多人使用Python 事實上是因為看中他對於一些字串的處理 的資源是非常的完整 所以我們就從Stream Data Type來說起 Stream Data Type 它事實上就是Python裡面的一個資料型別 我們事實上在平常很多使用PC的經驗裡面 常常也有發現說其實對於文字的操作是非常重要的 比如說像現在大家常常使用Facebook還有Line之類的東西 其實很多時候大家都是在做PO文對不對 或者是PO照片 如果你是PO文的話 事實上它就是一種在後端的系統 它事實上就是處理你輸入的文字嘛 所以就是說它後面必須要做一些文字的處理 那另外一個部分就是文字的輸出對不對 就是說別人可能看得到你的PO文對不對 所以它必須要對你打進去的那些東西 做某種的整理跟編排 讓大家可以方便的可以閱讀 所以這個很多部分你可以想像就是說很多這一類的這種系統 它在後端其實就是很大一部分是在處理文字 那文字對應到在Python裡面 它就是一個所謂的自竄的資料的型別 還有自竄的這些處理 所以我們今天要講的是String Data Type 這個String Data Type簡單的說 就是說你在寫Python的層次的時候 你如果說定義一個變數 然後這個變數等於某個值 這個值是用單引號或者雙引號把它刮起來的 把它包圍起來的這個部分 它就是一個自竄 那在Python裡面這個單引號跟雙引號 事實上是沒有差別的 就是說這邊這個單引號或者是雙引號 基本上功能是一樣的 就是隨你喜歡 那很多時候有人會說 那為什麼要同時有單引號又有雙引號呢 其實有些時候就是說如果你的自竄是 比如說這個是這樣 比如說 比如說這邊是一個單引號 然後你這邊用一個雙引號刮起來 那就沒有問題 因為這時候呢 比如說這邊是A等於這樣子 這是沒有問題的 因為它知道說呢 這個雙引號是拿來做引號用的 那你如果這裡面呢 你的自竄裡面如果雙引號的話 你就可以用單引號去做刮號對不對 對不對 對不對 對不起 這個地方是 對不對 那這樣也不會有問題 就是說呢 它事實上就是給你一個方便性 大概是這樣子 那除此之外 大概就是說 我們後面還會陸陸續續去介紹一些相關的一些特性 那 所以我們看一個一些簡單的例子 比如說你可以說String1 是這樣子 String1是 這個hello 對不對 然後String2是ntu 然後呢 嗯 那 你可以說呢 printString1 豆點 String2 對不對 那這時候呢 它就會把String1跟String2合起來 中間會加一個空格 那你如果問他說 那你這個String1的type是什麼呢 他就會告訴你說 它是一個String class String class 那如果是Type2呢 它基本上也是一個String class 那它會String的原因就是 你一開始 這個定義它的時候 你是說它是用一個單引號 或者是雙引號的 這個包圍起來的一串東西 這個東西就會是自串 大概是這個樣子 那我們事實上 在之前的很多課程裡面 事實上已經在用這個東西了 那我們今天就是說 希望把這個東西呢 這個講得更清楚一些 更有系統性的一些 跟各位介紹這個String這個資料型別 因為它實在是非常的重要 那我們像之前用這個 Input這個函數的時候呢 事實上呢 我們已經在使用String這個DataTime 的原因是因為就是說 Input它會把你在鍵盤上面打的東西 把它回傳到一個 回傳到一個這個變數裡面 那這個變數呢就會是以這個 這個自串 就是String的這個型別 來 來儲存 比如說呢 我們如果說用這個 用這個簡單的例子說 Input然後是 Please enter your name 像這個樣子的話 那你按Enter之後呢 那Python就會 就會把這個 你這個提示的訊息 印出來 Please enter your name 然後呢就會等你 對不對 那你如果 你如果打說Diana 那我們可以說 我們問候一下 print hello 豆點 Name 就是Name 就是它把你這個 Input你在鍵盤上面打的東西 存到這個 Name這個變數裡面 對不對 所以你叫它print hello 然後豆點Name的時候 它就會 就會 這個 就一個運出 print 就會運出Hello Diana 然後這時候 這個 這個空格是因為這邊是 有兩個不同的字串 那它預設 如果說你有兩個字串 用豆 你要print兩個字串 它會用一個這個 空白把它分開來 當然你也可以叫它 不要加這個空白 那 那這個 所以整個stream呢 簡單的來說呢 它就是 是一串 字母 一串字母 對不對 Diana Diana 它就是 五個 五個 這個 字母所組合的 所以說 字串基本上 就是你可以看成 它是一串 它是一串的字母 一串的characters 那這一串東西當然是有先後次序的 先後次序的 先後次序一亂它可能就是別的字串 那 那 那有些時候我們會希望能夠 這個 這個存取 這個字串裡面的 這個單一個 這個 這個資源 或者是 某一個subset的字元 所以這時候呢 在這個 字串的 這個資料形別裡面呢 我們事實上 可以用一個 這個 index 這個index 它是由左至右的 由左至右 然後最左邊是0 再來是1 再來是2 再來是3 再來是4 這樣一路下去 那你如果有 這個字串長度是5的話 它就會是從0到4 大概是這個樣子 所以它是從0開始的 那 所以我們舉一個這個 這個 簡單的例子 比如說我們現在定義一個字串 叫Stream1 它等 它叫做 叫做 Bulemia 那 如果你定義了這樣子的一個 這個字串之後呢 它在這個 這個 電腦內部它的儲存的方式 它就會像是這樣子 它就會 它就會有一塊記憶體 那這塊記憶體呢 第一個 位置 就是存B 第二個位置 存U 再來是L I M I A 合起來就是Bulemia 然後呢 因為這個 Bulemia它總共有7個character 所以它的這個index 就是從0到6 0123456 所以你如果問它是Stream1的方掛號0的話 它就會告訴你是B 因為第一個位置 就是index0的地方是B 那位置1的地方呢 就是15 位置2的地方就是L 那這個index0從0開始 對於某些人來說 可能不是那麼的熟悉 但是這個東西就是還蠻常用的 常常是用這樣子的形式 另外一個要注意的就是說呢 我們如果在存取這個字串的這個 某一個這個位置的時候呢 是用方掛號裡面 裡面加上這個整數的index 對不對 那這個跟之前我們用來這個 使用這個 我們呼叫函數是不大一樣 呼叫函數的時候呢 做的事情事實上是 這個用 用圓掛號 事實上是用圓掛號來做的 所以圓掛號呢 前面接的東西呢 Python就會假設說你 事實上是一個函數 是一個函數 那這個如果是方掛號的話呢 這個它有可能是字串 或是其他東西 比如說像list之類的東西 所以這個圓掛號跟翻掛號 也是一個大家要 要這個能夠分辨的東西 有些時候就是 我們在寫層次的時候 就是有時候 這個腦袋可能不是那麼清楚 對不對 那出現bug 那出現bug之後你就會想 就要回來想說 欸到底是什麼問題 那有時候我們會寫錯的一個事情 就是圓掛號跟翻掛號寫錯了 所以這個是先跟各位提醒一下 那到時候大家 自己在寫作業的時候 遇到這類的問題 自己就會知道 那另外就是說 有些比較特別的 除了就是說從零開始 然後呢 往下123456之外呢 那另外一個做法呢 事實上是 是就是說呢 你事實上可以倒過來 倒過來這個存取 每一個字圓 就是說呢 這個是Python特有的做法 那比如說呢 你如果有這個 像Bulemia這個字呢 那你如果是用-1這個index的時候呢 它就會抓到倒數第一個字 -2的話就會抓到倒數第二個字 然後-3就會抓到倒數第三個字 這個是Python比較特別的一個做法 那這種-1-2-3的表示法 這個是不同的語言會不一樣 不是說每個語言都是這樣 它是開繩子這個樣子 那 所以呢 我們如果說這個 另外一個我們常見的這個做法 就是說 有時候需要 不只是要存取一個 這個某一個 某一個character 我們需要存取這個字串裡面的 一個 一小段 一小段 就是有點像論一個字串 是一大篇文章的話 那比如說我們想要把其中一句話抓出來 對不對 那你要把一句話抓出來 你必須要知道 這句話是從哪個位置開始到哪個位置結束 對不對 你如果這個開始跟結束的資訊 之後呢 你就可以用這個 slicing的方式 把這一句話拉出來 那拉出來方式就是 如同這邊寫的 這個string這邊就代表這個變數的名字 然後用一個方掛號 然後用開始跟結束的index 中間用一個這個 這個mark號來分開 然後呢 你就可以把這一 這個 這個整個比較長的字串裡面的 一個小的這個 這個字串把它slice出來 就是把它切 把它這個 你要的部分切割出來 那要比較注意的就是說 這個開始 是就是 它會從開始 你提供的這個開始的這個位置開始 開始抓 但是它會抓到這個 你提供的這個結束位置的前一個 結束位置的前一個 那這個是比較特別的地方 比如說呢 我們看這個例子 我們一樣 string1是Bulimia 那你如果說 叫它是把3到5的部分抓出來 它會抓34i 然後再來是4 然後它會抓到5的前一個 5的前一個字 所以就只有im而已 只有這兩個字 那如果是2到6的話 你看2是l 然後imia 它會抓到6的前一個 因為我們現在是2到6 所以就只有到blimia 只有limia 就像這個地方 那你如果不小心寫超過 會怎樣呢 我們這位置就到6 你寫到8會怎樣 這時候python 它也不跟你囉嗦 它就直接把所有它可以傳回來的 傳回來 比如說呢 是2到8 對不對 2是l limia 就7沒有東西 對不對 但它不會多傳 它就是 limia 到最後可以 所有可以傳回來 把它傳回來 到10也是一樣 傳回一樣的東西 那這個結尾 結尾這個整 這個整數事實上是 你是可以忽略 如果你是要從2開始 所有的東西 就寫2 冒號就好了 你就把這個結尾忽略 它就會把這個 所有從2開始 limia 全部都傳回來 那同樣的 同樣的事情 你也可以把這個 頭把它忽略 你把頭忽略的話 冒號5的話 它就是把 從一開始 傳到位置4 位置4 所以是b流 i m 對不對 因為位置4 是m 大概是這個樣子 所以這個是slicing 那slicing 就是我們有事 沒事就會遇到 所以就是說 大家要熟悉一下 這個slicing的這個 這個做法 那另外還有一些 這個常見的這個操作 自串的一些這個功能 那我們來 來大概看一下 那我們事實上 這個有些東西 大家之前可能也有遇到過 比如說我們可以用一個 這個加號的方式 如果把兩個自串加起來 它事實上做什麼事情 加號在自串裡面是串結 那如果是整數 當然就是一般的加法 伏點數也是一般的加法 那另外呢 這個乘號 乘號在自串裡面是代表 重複對不對 這個就是一個 還蠻直觀的一個延伸 對不對 那你如果把一個自串 乘以三次的話 就是把同樣這個東西 重複三次 這樣串結起來 就是乘號 那比如說呢 你如果是span加上x 會怎樣呢 你猜猜看 那就是把兩個自串串起來 中間沒有任何多餘的東西 這就是spanx 那你如果是span and x 會怎樣呢 span and x的話呢 一樣就是把這三個自串串起來 就變span and x 中間沒有任何的這個空白 那你如果是3乘以span呢 並不是把3重複span次 沒有這個 這個沒有意思嘛 應該就是把span重複三次 然後串起來 對不對 所以是span,span,span 對不對 span乘5呢 一樣就是把span 重複5次串起來 那所以就變成這樣 5個span 串起來 然後呢 比如說你如果是3乘span 加上x乘5的話 會怎樣呢 大家想一下 那你大概應該猜得到 對不對 就是前面有3個span 後面有5個x 然後中間一樣是串起來 而且中間沒有任何的多餘的這個 這個東西 最後這個是銀號 這個是 這個是 PowerPoint自己製作主張改的 這個是單銀號 不是這個字 然後呢 另外就是說 有時候我們會想要知道說 這個支撐有多長 支撐有多長 那支撐有多長 做的事情就是你用LEN這個函數 LEN 然後你把支撐傳進去 就告訴你 比如說Career 長度是6 對不對 你可以算一下 1 2 3 4 5 6 這大概就是這個部分 那當然就是說呢 因為我們是一個這個 支撐它本身就是一堆這個 這個支援的組合嘛 所以你當然就是可以去把一個一個的 這個支援把它抓出來 這件事情 那你如果你要怎麼樣把一個一個的 支援抓出來呢 你做的事情就是說 你可以用一個這個FOR回圈的一個方式 我們之前有教過FOR回圈嘛 那你如果說呢 去 去叫它去這個FOR 假設你把A1定義成Career 然後呢 你說FOR Character in A1 它會做什麼事情呢 它就會把這個A1裡面的一個一個的Character 把它抓出來 所以呢 像這個東西會印什麼呢 Get a character 然後豆點CH 它就會把C A R E E R 依序把它印出來 所以這個是某種程度上就是告訴你說 這個Stream它是 是一個一個的這個字母 字圓的一個組合 一個字圓的組合 所以它印出來的東西就是說 第一個它都它 你是叫它印出長度是多少 我們這邊長度是6 對不對 然後你如果說 跑一個回圈 叫它把一個一個Character 把它處理的話 然後呢 它做的事情就是把每一個這個 每一個這個字圓把它抓出來 所以看到這邊印出來這個東西 那總合來說 就是說呢 Stream常用的一些Operation 大概有幾個 我們前面講過 我們在這邊統整一下 加號就是串接 乘號就是重複幾次 對不對 然後呢你可以把 Stream後面用方掛號 接整數的方式去做Indexing 就是把某一個這個字圓 在那個位置的字圓拉出來 或者說你可以用Slicing 就是用這個冒號 就是把開始跟結束的這個位置 丟給它 它就會把那個SouthStream 把那個子字串把它拉出來 然後你可以用LEN 下去 這個計算它的長度 或者你可以用一個Fall的方式 去把一個一個的這個 這個字串裡面的這個字圓 一個一個拉出來處理 有時候我們會做這個事情 那 好 那接下來呢 就是我們說一下 Stream這個東西 從剛剛的這一些介紹 就大概知道說 Stream跟List 是一個 是兩個還蠻像的東西 對不對 我們之前有接觸過List 對不對 那事實上 Stream跟List 在拍攝裡面 它們都是 叫做 它都是一種所謂的 sequence 就是有順序的一個 一堆東西的組合 那 那 很多時候你可以 用在這個 Stream上面的這個操作 你可以用在List上面 比如說我們這邊舉個例子 如果你的List 是1跟2 另外一個List 跟3跟4 你把它用加號加起來 它就變成123 就是串起來 就是跟Stream做的事情是一樣 你如果把一個 裡面是1跟2 兩個Element的List 乘以3 會怎樣呢 並不是把 1乘以3 2乘以3這樣子 它是把12這個List 把它重複三次串起來 變成121212 對不對 這個是要特別注意的 因為 你如果有用別的語言 有的語言 它可能不是這樣子的行為 Python是這樣子的行為 所以這個是 就是這些東西都是Language specific 就是只有Python是這個樣子 那 比如說你如果定一個 這個List 叫做Gray 裡面有ABCDEF 5個Stream 那 第0個 就是 第0個Element 就是A碼 2到4 就是從 就是給你 這個0 1 2 3 的這個Element 就是C跟D 對不對 所以這個行為也是跟字串一樣 只是說字串呢 抓就是一次是抓一個Character 但是就是說 這個在List裡面 就是它是把它是抓那幾個Element 但是規則基本上是一樣 那這個長度的話呢 就總共5個嘛 所以這兩個東西就是雖然說它很類似 但是它還是有些不一樣的地方 所以我們稍微說一下 就是說Stream就是總是一堆這個Character組合起來 有順序的對不對 但List就是它也是一堆這個有順序的Element 組合起來 但它就不一定是就是 就是都是Character 它可以是別的東西 那比如說呢 你可以說 你可以說一個這個List 是1 是一個整數對不對 Spam 這是一個這個Stream 4還有1 對不對 就是這樣子可以的 但是 這個是List是可以 但是Stream就是不行 Stream就是一定是一堆這個Character的組合 好不好 另外一個東西就是我們之前有提過 就是Mutable跟immutable這個概念 那就是Python比較特別的地方 就是說它的這個不同的資料型別 它會分成是可變的跟不可變的 像List就是一個Mutable 它是可變的 比如說呢 這個一個List 如果你定義像這樣子 34 26 15 10 4個整數 那你如果要修改這個第二個Element 第二個Element 第二個Element 位置2的這個Element 它是012 是15 那你可以把它變成 你可以把它設成0 對不對 這時候呢整個List 就變成34 260 跟10 這是可以的 但是Stream雖然說它也是一個Sequence 但是 你也可以把其中的那個Element 拉出來 但是你不能只有改這個Element 那 比如說像你如果定義一個東西 例如說Hello World 位置2是L 位置2是L 然後你想要把它改成P 它就不行了 Python不讓你做這個事情 因為它本身在一開始設計的時候 它就是所謂的Immutable 就是你不能去更改 這個整個這個Data Structure 裡面的這個內容 那你能唯一做的事情就是說 你可以做一個新的 取代舊的整個Stream 你可以用一個新的Stream 取代舊的Stream 你可以做這個事情 但是你不能去改Stream內部的東西 這個是Immutable的意思 那 所以這個介紹完一些基本的東西 那我們來看一個例子 看一個例子就是說 我們來看一個簡單的例子 是做日期的處理 日期的處理 就是說 我們日常生活中 尤其在做資料處理的時候 常常會遇到一些日期 日期的資料 那這個資料 日期資料是一個很常遇到 但是很頭痛的一個東西 那在Python裡面 它事實上有一個專門的一個 這個Library在處理這個日期 還有時間 那我們目前還沒有去介紹這個事情 我們現在就是說舉一些例子 這個例子純粹就是用來 用來說明這個Stream的Operation 那你如果以後需要 這個處理日期的話 Python有這個專門的Library 做這個事情 你去用那個 應該叫Daytime的這個Library 那我們這邊就是單純的 就是介紹這個StreamOperation 那我們的Task就是說 日期 常常我們在台灣比較常用的 大概是年月日 就比如說是YYYYMMDD 就是比如說2014-1203 就是2014年的12月3號 這個格式叫做YYYMMDD 那另外一種常用的格式 是反過來的 是DDMMYYYY 這邊寫錯了 是YYYY 那如果是這樣子的話 就會是同樣這個東西 就變成03122014 那所以我們現在就是說 我們要寫一個函數 去處理這個問題 那怎麼處理這個事情呢 所以我們現在就是定義一個函數 我們已經講過函數了對不對 函數怎麼定義呢 就是用一個DEF這個關鍵字 函數的名字 我們這個函數做什麼事情 是YMD to DMY 對不對 然後那個傳入的值叫做Dstream 對不對 然後這邊附帶了一個說明 是用這個Triple Quote 是用三個引號 然後它就說Convert date Format from YMD to DMY 比如說是2015-0315 就變成12032015 那這個說明 有時候你會覺得說 多寫這麼多幹嘛 但這個東西其實對你是很有用的 不管是對你 或者對跟你 同樣參與同一個專案的人 都是非常有用的 為什麼對自己有用呢 因為其實大家的記 其實每個人記心都是很有限的 有些時候就是 你今天就是在一個 沉浸在某個工作裡面 所以你就寫了一堆函數對不對 那這些函數呢 你現在很清楚 但是呢 三個月之後 你再回來看你的層次 這次東西是在做什麼 像我的話呢 我就會全部忘記 就是literally 全部忘記 就要在這邊 這邊東找西找 東看西看 這個 為什麼是寫成這個樣子 這東西到底是幹什麼的呢 那就要花 可能花一天的時間 讓自己的記憶可以回來 對不對 那你如果要節省這個時間的話 你就是多做一點說明 那剛好拍攝它這個 內建的 有一個格式 就是可以讓你做這個事情 就 take advantage of that 對不對 就是說呢 再寫一個不管你做什麼事情 就是盡量能夠留一些蛛絲馬跡 對不對 讓你之後後續再回來 接續工作的時候 可以不要那麼痛苦 那 所以這樣你不寫也沒關係 但是我建議你就是說 多多少少寫一些這個相關的描述 然後呢 所以呢 YMD是什麼呢 YMD是前面四個這個character 是year 然後再來的兩個是month 再來是day 然後所以呢 我們就是YMD是什麼呢 是Dstream的0到4 因為它是0123嘛 就是到4 對不對 那接下來呢 是從位置4到5 位置4跟位置5 所以它是4冒號6 對不對 因為它是到6的前一個 然後接下來是6冒號8 因為它是位置是6跟7 那這邊這個8 你也可以不要寫 直接寫6冒號這樣也是可以的 那但是就是6到8 有個好處就是說 你萬一傳進來的長度不是剛剛好的話 它就只有擷取6跟7這個位置 然後呢 所以你有YM Y1 M1 D1代表年月日嘛 對不對 這三個Stream 對不對 另外要注意就是說 這邊抓出來的東西都是Stream 雖然說我們傳入的東西是2015 2015 201503 也有像類似這樣的東西 但是呢 我們目前是假設它是一個 這個所謂的這個 自串的資料型別 而不是整數或者是輔電數 那 所以在這種狀況下面你要把它怎麼改成DMY呢 就是先把Day擺在前面嘛 然後再加上 M1 再加上Y1 這時候它就把D1 M1 Y1串起來 依照這個次序 所以它就會 就可以把 YMD的格式改成DMY 大概就是這個樣子 好 那所以呢 希望大家可以理解這個事情 那我們來看一下一個例子 我們這邊把這個函數的定義 重新在 寫在右上角 這時候我們就把朱姐這個說明拿掉了 但是就是說 說明很重要 然後呢 比如說我們這個定義D1 是2015的0512 這是我們希望引號引起來 所以它是一個字串 對不對 然後呢我們把這個D1 傳給我們剛剛定義好的 YMD to DMY 然後呢 然後呢把D1傳給它 輸出是D2 然後呢 結果就會是 你看是1205 2015 剛好就是把原來的這個 YMD改成DMY 那我們再試另外一個 比如說2017 1123 2017 123 然後呢它就會切 2017切成Y1 11 切成M1 23 切成D1 你可以看一下這邊的切割 對照一下 看看是不是真的是這樣 然後呢 它就會把這個D1 Y1 D1 M1 Y1 串起來 所以就變成是2311 2017 231 2017 所以這個大概就是 一些資串的處理 那就是說 實際上在處理這個日期 我們還有各式各樣的事情 雜七雜八事情需要做 就是說你如果真的需要處理日期的話 不要用這種方式 有現成的Library可以用 那 另外一個例子 就是說也是讓大家 熟悉一些自傳的操作 那這個例子就是說呢 是台灣的身份證字號的 這個處理的這個例子 那台灣身份證字號 大家都有身份證字號嗎 你回去想一下你的身份證字號 大概大家都可以背的起來 對不對 那你如果你背的起來的話呢 你大概想一下 你的身份證字號的這個格式 大概是長什麼樣子 那我們前面就是有個英文字母嘛 然後呢 再來接下來第二個這個 第二個位子 要嘛就是1 要嘛就是2嘛 就這兩種 然後後面還有8個都是數字 那所以它的長度是10 對不對 長度是10 這是一定的 這是規定的 那另外就是說呢 這個第一個 第一個這個位置 一定是A到Z大寫的 一定是大寫的 然後呢 小寫是不合格的 那第二個這個位子一定是1或者是2 然後接下來就會有8個數字 應該就這樣子 那 那比如說像A123456789 這個就是一個例子 就是說這個身份證字號 大概是長這個樣子 對不對 那另外它一個這個 它事實上我們的身份證字號 有一個所謂的這個 Check Sum的一個規則 就是它一個簡單的運算 可以看看這個身份證字號 是不是 你是不是寫錯了 不小心寫錯了 那 那所以呢 根據這個規則 我們等一下會講細節 但是就是根據這個規則 它可以告訴你說 A123456789 這個是符合 這個Check Sum的一個規則 但是A1234567 五六七八八的話 那是不符合的 就是這個不是一個 這個 這個會被這個Check Sum這個規則 踢掉 就是它不是一個合法的一個 這個身份證字號 那當然就是台灣身份證字號 的這個規則是 很早很早也簽訂了嘛 50年了 所以覺得說這個東西 好像相對的是一個比較簡單的規則 那因為這個以前還有人工作業 所以就是說 當然就是說它 它不是那麼的複雜啦 但是就是說 我們就了解一下嘛 了解一下 那 所以我們就來 我們就是想要 我們就是用這個Python的 這個自竄處理的一個 這些 這些我們剛剛學到這些東西 那想辦法 可不可以寫一個函數 那這個函數 你可以幫我們驗證說 你提供了這個身份證字號 是不是一個合法的身份證字號 但是我們做的這個事情 當然就是做一些表面功夫 就是說看看 就是說比如說 第一個字是不是大寫的英文字母 然後呢 第二個字有沒有合二 因為是只有這 只有一跟二 然後接下來是數字 還有就是它這個 check sum的規則 那至於就是說 一些細節的東西 就比如說這個身份證號 是不是真的對到一個人 我們當然不會知道 那這個就是要去查 進入系統的資料庫 這是另外一件事情 或者說你的長相 跟這個database裡面長得一不一樣 這是另外一件事情 這是另外一件事情 這就不是我們現在可以處理的事情 那大概是這個樣子 所以我們就一步一步來 一步一步來 就是說這個就是按部就班 那所以第一個就是長度為10 我們前面有說長度是怎麼 字串怎麼看長度呢 就是用LEN這個函數 對不對 所以你如果有一個字串 STR1是A123456789 你就可以用LEN然後括號 這個圓括號 STR1 然後去看看那長度是多少 對不對 所以它如果告訴你是10的話 就表示最少長度是對的 對不對 那接下來就是第一個字母 第一個字母是 一定要是大寫的英文字母 A到Z 對不對 你要做這樣子的檢查 當然就是說有各式各樣的方式 各位之前有學過if else 對不對 你可以說第一個字母是A的話 就OK 就是B的話也OK C的話也OK 其他到Z都OK 其他就不OK 那這樣寫下來當然是很麻煩 對不對 那我們事實上有一些更 更有效率的做法 更有效率的做法 那我們今天就來 我們這個當然不是唯一的做法 要做這件事情 就是有各式各樣的做法 那我們就是說 就是順帶 帶各位了解一下 一些 這個字串內部的運作的方式 那怎麼說呢 那因為字串本身就是 一串這個字圓嘛 一串字圓 然後呢 在電腦裡面呢 每一個字圓呢 它事實上呢 就是用一堆0跟1組成的嘛 這個大家都知道 對不對 那這個0跟1組成的規則是什麼呢 在很早很早以前呢 在1960年代的時候呢 這個電腦是 就是美國人 不是美國人發明 但是美國人 讓它這個市場化 對不對 那那時候呢 這個他們就使用了一個 叫做ASCII的編碼 那ASCII的全名叫做 American Standard Code for Information Interchange 所以這很明顯是美國人做的 那這個ASCII呢 就後來就變成世界的一個標準 就是說呢 如果你的這個電腦裡面只有 就是看得懂英文的話呢 大概9乘9是用ASCII編碼 ASCII編碼 那 所以呢 這個東西就是遺留到現在 你現在的這個 你如果是英文字的話 它還是follow ASCII編碼 這個規則 那所以這個ASCII的這個系統 它基本上是 它就 它的編碼就0到25 就0到25 那其中呢 前半部就是0到127的部分呢 是所謂的控制資源 控制資源就是比如說是換行啊 退格啊 刪除啊這類的事情 那剩下的看得到的資源 就是比如說是從 第65到第90個 是A到Z 所以A是 A的編碼是65 Z的編碼是90 那小寫的A的編碼是97 然後呢 當然小寫的B就是98 8樓一路下去到Z是122 那這個數字0的編碼是48 9的編碼是57 這規則是固定的 就是說所有電腦都是這樣子的 那 所以我們就可以利用這個東西 來幫我們很簡單的去驗證 這個第一個字母對不對 是不是大寫的A到Z 對不對 那剩下的部分就是 剩下還有一些我們這邊沒有列出來 就是這些比如說什麼斜線啊 掛號啊這些東西 那 在Python裡面有一個函數 這個函數叫做ORD 那ORD是可以做什麼呢 就是說你傳進去一個 這個 只有一個character的自傳 的話呢它就會回傳 這個自傳的內部的編碼 內部的編碼 那就是比如說呢 你如果ORD掛號這個A這個自傳的話 就告訴你是65A 對不對 剛好跟我們前面前夜講的 這個ASCII編碼的那個規則 剛好是符合的對不對 然後小寫A是97 小寫A是97 還有另外一個這個神奇的這個 這個 function 叫chr 就是character的縮寫 那這個函數可以告訴你什麼呢 就是說你如果告訴它這個 內部的編碼是多少 比如說chr97 就是請你回傳編碼97號的這個字圓 它就告訴你是小寫的A 那如果chr65的話 就告訴你是大寫的A 大概是這個樣子 那這個東西就還蠻好用的對不對 因為我們知道說 大寫的A到大寫的Z 剛好就是從65到這個多少 對不起我記性不好 回來看一下 65到90對不對 所以你就可以去看說 這個字圓是不是編碼 內部編碼是不是65到90 如果4的話 就是A到Z其中一個大寫的 那就可以對不對 其他就不行 好 好 所以呢 這就是我們要怎麼樣驗證 第一個數字是不是大寫英文字的方式 那 我們就是把它轉換成這個 內部的encoding 然後呢 然後呢 再去看看這個內部的encoding 是不是介於65跟90之間 如果是的話 它就會通過我們這個規則 如果不是的話 就沒有辦法通過我們這個規則 大概是這個樣子 那所以怎麼做呢 那其實做法蠻簡單的對不對 比如說我們現在有一個叫做idStream 等於這個引號的A12356789 這個一個 一個 一個id sample的id 那我們現在要做的事情是 我們把第一個character 拉出來 你怎麼把第一個character 拉出來 我們前面有說就是idStream方括號的0 位置0就是第一個character 然後把這個拉出來的這個character呢 把它丟到ord裡面 我們前面有說ord做什麼呢 ord就是把它內部的編碼 把它回傳回來 把它回傳回來的東西 把它丟到code1裡面 然後呢我們就可以用一個規則 就是如果這個code1是小於65 或者code1大於90 就表示它不在65到90這個範圍裡面 它就是一個非法的 not valid 不然的話就是 valid 所以像這一串東西 你如果去執行的話呢 它最後就會告訴你 它就 output valid 它就是一個合法的對不對 那你如果說idStream是小寫b 後面接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 那這個後面這一串東西 跟前面這串是一樣的 那因為小寫b不在65跟90之間 它就會運出not valid 所以這個大概是這個部分 這是第一個字母的部分 第一個字母的部分 那再來第二個字母是 第二個再來第二個到最後一個 都會是要是 要是這個數字的部分嘛 那 那接下來呢 我們接下來就來講這個 後面這個checksum的這個規則 那checksum這個規則呢 這個他們那時候設計 大概是這個樣子 我們就是照 我們就是一步一步先把它這個規則講清楚 後面再來看怎麼實作 那這個checksum的這個規則 是怎麼做的呢 那我們前面不是說這個 身份證字號總共有10碼嗎 前面是個英文對不對 那我們第一步就是要把這個英文 把它把它這個對應到一個兩位的整數 對那兩位整數 那中間這個對應的方式 它是用一個對照表的方式來對應的 比如說它A是對到10 A是對到10 B是對到11 C是對到12 一時類推 但是這個它不是完全照這個AVC的順序 比如說Z是對到33 然後呢中間有一些就是說 就是你如果照 它不是完全照這個 我們下一頁有一個對照表 那所以呢它就會把這個 整個這個身份證號 拆成兩部分嘛 就第一個跟後面9碼 然後它把第一碼對成了這個 兩位的數字之後 再把這個兩位的數字拿來 接到後面的這個9碼裡面 所以就會變成一個11碼的一個這個數字 對不對 11碼的數字 然後呢這11碼的數字呢 每一個位置 會給它不同的權重 第一個位置給它權重是1 第二個位置呢給它9 再來是876543211 依照這個權重 然後呢每一個這個位置呢 就乘以這個權重之後就加起來 加起來 加起來之後除以10 就是求餘數 如果餘數是0的話 表示它是合法的 餘數不為0 表示不合法 就是這個這種 這一類的規則叫check sum 這類的規則其實存在於 各式各樣的這個這個這個 這個字號裡面 那比如說這個你們 這個我們常用的一些這個 比如說銀行的帳戶號碼 其實也有類似的規則的 郵局的啊 就是說各式各樣的都有類似的規則 那它大概就是說 一個房呆的一個概念 就是說有些人就是說比如說 你可能不小心寫的時候寫錯了 對不對 那因為你寫錯的話呢 那你會不會就 就比如說你是帳號 會回到別人的戶頭裡面去 對不對 這事情發生有時候就 會哭哭啊 這樣不好 我們要防止這個事情 對不對 所以就是說都有類似的這個規則 身分之號也是一樣 就是說你可能寫的時候呢 不小心寫錯了 或者說字記不清楚 有時候就是要猜 怎麼很難猜對不對 那最少知道說 這個可能是誤會 一場這樣子 所以呢 我們來看一下 這個規則 規則大概就是這樣子 就是說前面這個是第一碼 這個身分之號第一碼 要對應到一個兩位數字的一個規則 A對10 B對11對不對 好然後呢 他沒有完全follow那個順序喔 比如說15 16 17 後面就跳到34 然後跳到18 19 20 20 20 這一看是人編的 這一看是人編的 古時候就是 人工作業嘛 現在的話大概就是用亂數 就是比如說最少是10到33的亂數對不對 但是反正就是一個對照表 那就是說這個 他雖然是有點亂 但是又不是太亂 所以這事實上是 你如果很熟的話 你可以把它背起來 對不對 那 所以我們來看一個例子 怎麼處理這個事情 那比如說 就用前面的這個A123456789 的這個ID 那所以D不做什麼呢 依照上頁的那個表 就是上頁那個表 他說什麼呢 A是對到10 對不對 所以我們就把A對到10 那A對到10之後呢 我們就把A去掉 對不對 前面換成10 後面還是9位數字是123456789 然後呢 我們就有一個權重對不對 這個權重就是 是 第一碼是1嘛 再來是9啊 8 7 6 4 3 2 1 對不對 所以怎麼做呢 所以呢 這時候呢 做的事情就是 就是把 這個 這個1 乘以這個1嘛 0 乘以9 然後再來這個1 乘以8 2 乘以7 一直累推 一路下去 對不對 就寫在這邊 1乘以1 0乘以9 1乘以8 2乘以7 3乘以6 所以這個 這個 這個後面乘的這個東西就是這個權重 一路乘下來 結果是130 130 然後呢 130除以10 是13 余數是0 那只要余數是0 我們就說它是一個這個Valid的ID 那這個東西大概 所以 所以我們就可以 呃 所以這個過程當然是這樣子 所以我們接下來就把它寫成程式 對不對 寫成程式怎麼做呢 那其實也 這個就是如同這頁說的 就是說 比如說我們現在呢 這個 ID string 是A123452789 然後呢 所以我們第一部做什麼呢 我們把第一個character拿出來 對不對 然後呢 然後把它轉成這個內部的編碼 所以如果是A的話就是65 對不對 然後呢 接下來我們就把那個 那個 從字母到兩位數字對照表 把它 把它這個 打出來 把它記下來 我們用一個CMap 這是一個list 這個list 就是說呢 這個 假設這個順序是A到Z 是 A是第一個 然後 B是第二個 這樣一路打下來 所以呢 到時候我們就可以方便去對應 對不對 那 所以呢 我們要怎麼樣去對應這個數字呢 我們必須做的事情就是說呢 如果是A的話是要對到位置0 B的話要對到位置1 C要對到位置2 但是我們知道A是65 對不對 所以你要怎麼樣讓65對到位置0 很簡單 你就把 內部的編碼扣掉65 就完事了 對不對 所以這樣子A就會對到第一個位置 B就對到第二個位置 C就對到第三個位置 B是類推 對不對 這樣就不會錯了 好 那 所以呢 好了之後呢 這個數字 這邊是數字 對不對 你發出來是數字 是一個量位的數字 就把它用STR把它轉成自串 然後呢 跟其他的剩下的 從位置1開始的這些 身份證字號把它串起來 所以你看到這邊是怎麼樣 做一些這個自串的處理 對不對 然後這個新的ID 就會是我們等一下要拿來算CheckSum 所以這個新的ID是什麼呢 就會是10123456789 對不對 那 所以接下來做什麼事呢 我們就可以來算CheckSum 那 那 所以這邊這個實在就是 解釋一下我們前面做的事情 就是說呢 是這個 扣掉65 是因為就是A是剛好 1615 把它對應到位置0 CMAP的位置0 好 那 所以接下來要 就是要Apply一個權重 對不對 我們這個weight我們就寫在這邊 weight一樣也是個list 是19876543211 對不對 然後呢 我們就一開始 你寫這個CheckSum是0 然後呢 我們就是一個一個的位置 一個一個位置來 對不對 從地 從位置0到最後是 最後是 位置10 對不對 我在幹嘛 吃神 從頭來 好 那這一頁就是我們就是來算這個 這個CheckSum 對不對 前面有說這個CheckSum 要Apply一個weight 這個weight就是 第一個位置是1 然後第二個位置的這個權重是9 然後8 7 6 4這樣子 一路下來 對不對 19876543211 這樣一路下來 然後呢 所以我們怎麼做呢 一開始就是initiate一個變數叫做CheckSum 一開始是0 對不對 然後呢 這個位置的index從0開始 對不對 0一直到10 對不對 所以range是0到11 這樣它就會loop從0一直loop到10 然後呢 每一次呢 所以這個i會從0變到10 然後每一個i做什麼事情呢 就是把這個權重乘以這個id的這個值 這個id的值呢 就是你要把它拉出來之後呢 它本來是street 你要把它轉成int 乘起來 然後這個 這個加等於 就是是CheckSum 等於CheckSum 再加上這一串的意思 就是把這一串算出來的東西 雷加到CheckSum裡面去 然後呢 算完之後呢 你再去把它除以10求余數 所以這個percent的話 就是percent10的意思就是說 除以10求余數 所以remand的 裡面就會是除以10之後的余數 然後呢 然後你就會看看余數是多少 對不對 所以在這邊這個例子呢 算出來的CheckSum是130 那余數是0 所以0的話就是 是一個這個validid 不然就是一個not validid 所以這些東西大概就是 roughly就是這個樣子 那我們前面陸陸續續講了這麼多規則 那我們接下來就是要寫一個函數 把這些所有的規則 全部都納進來 納進來 然後就組成一個函數 對不對 所以這也是我們在開發函數的時候 的一個做法 就是說你 我們事實上 並不是一開始就是把一個函數寫好 如果這個函數有很多步驟 或者比較複雜的話 我們事實上是分開來一個一個小的component 都確認 都知道說這東西該怎麼做之後 我們再把它合起來 而不是一開始就是寫一個很大的一個函數 不是這樣子的 所以它是一個一個小的component 所以寫成是就是Tag很多所謂的baby steps 就是一小步一小步一小步的往前走 然後呢確認這些東西都沒有問題 把它合起來 就變成一包東西就是一個函數 是這樣子做的好不好 那 所以我們就寫一個這個函數 叫做Verify TWID 對不對 然後呢 所以它做什麼事情 就是Verify Taiwan ID number Return true if valid false otherwise 對不對 然後呢 所以我們第一步做什麼事情 這個 Verify TWID take一個這個parameter 叫做ID string 對不對 所以我們第一件事情就是說 看看這個長度是不是等於10 如果它不等於10的話呢 Return false 就直接就不用往下看了 直接Return false 就結束了 對不對 然後呢 如果它長度是10的話 那我們就可以繼續往下看 看第一個字母是不是大寫的A到Z 所以我們就把ID string的D0個位置 就是第一個字母拉出來 丟到ORD這個函數 把它的內部編碼拉出來 放到code1裡面 如果這個code1是介於65 跟90之間的話 那就OK 如果它小於65 或者大於90的話 就Return false 因為它就不是大寫的A到Z 然後呢 接下來我們要check 所有剩下來的東西 從這個 除了這個第一個字母之外 其他東西是不是數字 因為它必須要是數字 對不對 所以怎麼做呢 一樣我們用同一招 對不對 就是把它這個loop 從1loop到9 1loop到9 然後呢 把這個1到9的這個位置 把這個character拉出來 丟到ORD裡面 然後呢 結果放到code2這個變數 那這個0到9 必須要介於48跟57之間 如果它小於48 或大於57的話 它就不是數字 所以就Return false 所以同一招對不對 然後接下來呢 做什麼事情呢 接下來看第一個字元 第一個字元 那第一個字元呢 必須要是1或者是2 所以它就必須要是49或50 所以如果小於49 或大於50的話 它就不是1跟2 就一樣Return false 然後後面這個部分 就是算checksum checksum 大家之前都已經看過這個 一些細節 所以我們這邊就講快一點 所以我們先做一個這個wait的這個list 那wait的這個list呢 就是是 對不起 這個cmap cmap是把第一個這個字母 轉成一個兩位的數字 然後呢 所以呢 A是 是 10 B是11 12 這是C D E F G H I 所以I的話就是34 J 就是18 K是19 對不對 所以我們就把前面那個call1 就是第一個字母的內部編碼 call掉65之後呢 然後呢去取相對的位置 的那個數字出來 然後呢 再把這個num1 就是你取出來那個數字 轉成shrim之後串起來 這就是新的ID 對不對 最後我們去算checksum 所以我們定義weight 不同位置的weight 就定義在這邊 然後呢 checksum initiate 是0 然後我們loop 輸入位置0到位置10 總共11個這個 這個 這個數字 然後呢 用累加的方式 把它權重乘以這個數字的內容 但是 要注意這邊要用int 去把它轉成 是整數 然後呢 所以算出來checksum之後呢 你去 除以10求余數 如果它等於0的話呢 就return true 不然就return false 所以整個這個過程 大概就是這樣子 所以它最後的output 只有true跟force 因為我們就care它 是不是一個 這個valid的一個ID 所以呢 我們就可以試試看啦 我們就是 如果你把這個 這個函數定義好之後呢 你就可以說 假設我們這ID是 A12352789 那它有沒有valid呢 有喔 A12352789 是一個valid的ID 那 B12352789有沒有valid呢 沒有 C999有沒有valid呢 沒有 123999有沒有valid 沒有 那 Z1 後面全部都是9有沒有valid 沒有 但是呢 Z1 9最後一個是0的話 有沒有valid 是有的 所以當然乱屍 你也可以釋出哪些是有valid的ID 因為很簡單 就是你只要前八位 前面的九位定了 最後一個數字 你從0跑到 跑到9 你一定會找到一個是 可以通過check sound 這沒什麼了不起的 那 所以重點是這樣 這個就是做一個簡單的 簡單的這個 看有沒有打錯啦 那 那 一些這個 這個 西部的東西當然不是這樣子做的 那 所以這個是 身分字號的部分 好 那接下來我們來介紹一下 這個Python處理中文的一些做法 那 呃 Python事實上有 相當不錯的一個中文的這個資源 那 這個在 早期的話呢 這個處理中文一向是一個很頭痛的一個 問題 那 所以有各式各樣的這個綿綿嘎嘎 那 現在的話呢 這個 Python第三版 尤其是Python的第三版的話呢 這個中文處理 我覺得是相當的不錯 所以 所以我們來介紹一下 這個一些這個中文的一些 先從中文的這個 處理的一些歷史說起 那我想就是說 像我們之前有提到就是說 這個電腦 我們現在現代的這個電腦 是美國人商業化 非常成功的一個科技產品 那 在那個年代 1960年的時候呢 就是大概一開始電腦都只有 只能處理英文嘛 就是說 剛好是拼文字也比較方便 那它內部的編碼是用ASCII的這個編碼 之前有稍微介紹了一下 那但是呢 ASCII編碼它事實上有一個 蠻大的一個缺點 那這個缺點就是說它最多只能處理 255種的這個字緣 那我們前面有說 就是說它前面一半都是控制字緣 結果後半部是可以 可以讓你這個存放看得見的 比如說ABCD這種東西 那這個很明顯是不夠的 比如說中文常用字有3000字以上 對不對 Depends on你怎麼定義 什麼叫常用字 可能還更多 那還有日文跟韓文啊 那日文跟韓文也是有很多很多的這個字在裡面 那怎麼辦呢 那所以就是說呢 一個簡單的做法 就是說呢 早期的這個ASCII碼 它是用一個character就是8個bit 8個0跟1組成的 那如果說你把這個東西擴大一倍 就是從兩個character就是16個bits 就是說總共可以有2的16次方-1那麼多個位置 組合可以存放不同的字緣 那大概是足夠的 大概是足夠的 所以這也是早期的這個做法 早期的做法的確是這個樣子 那所以這種做法叫double bytes 就是說你是用兩個bytes來存放一個字緣 那在早期的時候 那時候就是說呢 一開始這個資訊電腦這個東西 開始進入這個亞洲的市場 那台灣當然是 也是很熱衷於這個東西 對不對 那時候呢 台灣跟香港都是使用這個繁體中文 那繁體中文它 那時候是 並沒有一個統一的編碼 所以是各家 就是說就是軟體廠商各家自己做 做一套 那那時候早期的話 因為大陸在題目裡面 基本上他們是沒有在這個 整個這個資訊化的潮流裡面 所以我們就先撇開它不談 那日本也有漢字 那這個所以在1983年的時候 就是說呢 有一個單位叫做資訊工業策進會 那它就是去出來整合各家的這種不同的中文的編碼 那當然整合是對大家都有好處 因為你一旦整合之後呢 不同的軟體之間就可以互相流通 這個軟體產生的這個檔案 另外一個軟體就可以讀 這是很基本的事情 對不對 但是你如果編碼不一樣的話 這事情就變得很困難 或者說比如說我如果是一個做軟體的 我做了這套軟體 我如果要在不同的這個 不同的這個中文的體系下面執行 我就要做不同的修改 那也是很麻煩 那如果你有統一的編碼的話 那就會很方便 對不對 所以這個東西是對這個 事實上是對大家都好的 對大家都好的 所以那時候就是有人出來整合 那時候市場上有五大的這個軟體廠商 那這五大軟體廠商呢 就是共同制定了一個這個 統一的一個編碼的方式 那因為它是五個人 五家廠商整合起來 所以就叫做BIGFI 大五碼 那這個大五碼整合成功之後呢 大家這個整個軟體就變得更好推 更好推大家互相可以獲利嘛 互相可以這個互相整合 很棒 那所以大五碼就變成是中文世界的 一開始的時候的業界標準 一開始的時候業界標準 就是說呢 大五碼事實上存在在 中文的軟體世界裡面很長一段時間 很長一段時間 那這個大五碼就是用 就是所謂的2 bytes 就是兩個 bytes 就是16個0跟1組合的這種做法 那那時候就是說 台灣跟香港基本上都是用大五碼 就是從80年代之後 一直到最近 最近這個有新的編碼起來之後 才取代掉大五碼 那大陸就是早期是用指揮的 GB2312的這種編碼 那 那事實上 這個是我們剛剛講的是 80年代發生在台灣跟香港的事情 那但是事實上這個 ASCII沒辦法處理 這個 這個 只能處理 只能處理英文這件事情 事實上 不只在亞洲地區有問題 它事實上在全世界各地都有問題 因為像歐洲的話 它 它字母也不是只有26個 對不對 就是不同的語言 它事實上字母的數目又不大一樣 它長相也不大一樣 對不對 所以你硬是要這樣套 也不是個辦法 所以就是說呢 這個後來就有人 就是想要來處理這個事情 因為這是全世界性的問題 我們必須要一套新的更好的統一的標準 所以這時候就有一個組織 叫做Unicode Unicode 那這個組織呢 就是想要來處理這個事情 所以它就是要來發展一個全世界統一的編碼 那想法就是要把全世界所有的文字 都納入一個統一的編碼體系裡面 那這當然是一件很好的事情 那 所以他們就開始做 他們從1992年左右 就開始就是把一些 比如說中日韓的這些字體啊 全部都收入進去 對不對 那這個東西呢 就是慢慢的 就是大家也都能接受了 那整個大部分的作業系統 現在其實都是支援Unicode 那比如說你現在 我們會用到的Windows啊 Linux啊 Mac啊 Android啊 iPhone啊 這裡面其實都是Unicode 所以事實上現在大家有一個整合的一個標準 那Unicode它裡面 事實上有各種不同的編碼 那常見的大概有兩種 一種叫做UTF-8 那一種叫做UTF-16 那UTF-8的意思就是說呢 它的這個編碼的這個每個字的長度 可能是一個byte 兩個byte 或三個byte 那它的想法就是說 最常用的字是一個比較短 一個byte 比較不常用是兩個byte 然後呢最不常用是三個byte 它的想法是這樣 那UTF-16的話呢就是說呢 這是一個byte或兩個byte 那基本上目前除了微軟的Windows之外 大家都是用UTF-8 那只有微軟是用UTF-16 所以就是有些時候 你會發現在Windows上用起來怪怪的 有些時候Windows的行為有點奇怪 那是因為他們的這個編碼跟別人又不大一樣 雖然都是Unicode 那鐵開車不談 那這個基本上 你如果是給你選的話 你自己寫層次的話呢 我的建議是你用UTF-8 不要去用UTF-16 什麼Marco的 什麼BigFile 不要現在這年頭 真的不要用BigFile 就是用UTF-8 那 那 那Python本身就是 它內部就是Unicode 內部就是Unicode 而且它就是直接就是一種 是依照Unicode的標準下去實作的 所以就是說呢 Python在處理中文的部分 事實上是相當不錯的 那 那所以就是說呢 它的Python你要處理 你要使用中文 你要在Python裡面使用中文的做法 其實大概有幾個步驟 第一個步驟就是說呢 你在寫層次的時候呢 你必須要在第一行 或者第二行 放進這個東西 就是它這個警號 然後呢 像這個樣子 那這邊會有個coding 告訴你UTF-8 前面這個符號呢 就是底線 信號底線 對不對 coding冒號 Unicode 底線信號底線 這個東西呢就是告訴你的 這個Python的Interpreter 就是說呢 你這個程式呢 使用的是UTF-8編碼 UTF-8編碼 那這個是有些時候呢 如果你是在0.0.0時 或者其他環境的話 你第一行放的是你的Python的位置 Python記憶器的位置 那這時候你這個 你可以把編碼的執行放在第二行 放在第一行或第二行都可以正確執行 這是沒問題的 那 那 那這個 另外呢 如果說你用的是Nopay的加加的話呢 它一個非常 你必須要非常注意的事情 就是說 你的Nopay的加加 是不是使用預設UTF-8編碼 那 請你在往下走之前 先去Check一下 你把這個Video暫停 然後你回去Check一下 你的這個 Nopay的加加的設定 在Settings Preference 然後呢 這個 然後呢 選這個New Document 然後呢 你看一下 如果你是在Windows裡面的話 你應該是選Windows 對不對 這邊你要選UTF-8 然後要勾這個Applied to Open NC Files 如果是這樣子的話 你後面的東西就可以正確執行 如果不是的話 你有可能後面沒有辦法正確執行 那 的原因是什麼 如果你不做這個事情的話 你如果把這一行 把這幾行的這個code 你把它Paste到你的這個 Nopay的加加裡面 然後Save成.py 然後你要執行它的話呢 你可能會看到 類似像這樣子的錯誤訊息 他說呢 Utf-8的Codec cannot decode 什麼什麼什麼東西的 那這個基本上 這個是最後的症狀 那的原因就是因為你的這個 你雖然這邊告訴它 是這個Utf-8的編碼 但是你的檔案 你的檔案本身不是Utf-8編碼 所以這兩個東西要Match 就是你宣稱你是用Utf-8編碼 但是你的檔案本身也要是Utf-8編碼 這東西才會work 你不能掛羊頭賣口肉 掛羊頭賣口肉不會work 那要處理這個事情 最簡單的做法就是 你就把預設編碼直接把它改成Utf-8 就不會有問題 那如果不是 你如果不想這樣做的話 你有自己的堅持 你不想這樣做 那也可以 但是就是說你必須要 就是自己要確認一下 你就去這個file的encoding這邊 你要把這個檔案 把這個檔案convert成Utf-8 這樣你就會work 那如果你檔案不是Utf-8編碼的話 你自己做一下這個處理 然後把這個編碼弄成適當的編碼 那這時候你去執行 就會看到中文測試四個字 就表示說你的環境是對的 那這東西是在做中文處理要特別小心的一個地方 特別小心的一個地方 那剩下的大概就是 其他的部分其實都跟英文的文字 沒什麼太大的區別 那所以呢我們前面呢 你會看到說前面有message等於一個小寫的EU 然後引號中文測試 這是怎麼回事 那這個前面加上EU表示說 這是一個unicode的自算 那然後請python用unicode的方式去處理它 你說python不是內建就是unicode嗎 之前寫中文的時候怎麼沒有做這個事情 那這東西事實上是有一些歷史的 就是說因為早期在python2版的時候 它的這個unicode的資源沒有那麼好 所以呢你如果是它預設它是假設你是 比如說是類似像它是 ASCII的編碼之類的 所以你必須要做一些特殊的過程 特殊的處理才有辦法去處理中文 但是python3之後呢 它這些東西都把你處理掉了 你不加U也是可以的 加U跟不加U都可以都會work 所以我們後面就不會再加U了 不會再加U了 所以就是說這也是python3版跟python2版 對我們來說 對亞洲這個區域的人來說 我覺得一個很大的好處就是說 它對於這個unicode 或者對中文亞洲語言的資源 是非常的 算是比較完善相對比較完善 那所以你如果需要處理中文的話 建議你就不要用python2版 就直接用3版 那現在用3版也越來越多了 早期就是說還有就是 還有一些考慮就是說 就是3版用的人不是那麼多 但是現在看起來 就是3版人使用的大概 人數也相當多啦 而且就是未來的趨勢嘛 而且如果你要處理中文的話呢 你用2版你會頭痛 3版就比較不會那麼頭痛 所以建議你還是用3版吧 那我們看一下這個例子 就是說呢 比如說你如果有一個message 前面有加U寫中文測試 然後print這個message 問他說這個長度是多少 然後呢跟不加U Message2是沒有加U的 然後呢看看這有沒有什麼差別 結果事實上是一模一樣的 長度都是4 你說這個長度是4 當然是長度是4啊 因為這個中文是有4個字嘛 中文測試4個字 對不對4個字 那但是就是說早期 在這個python2版的時候 你如果不加U的話 你問他長度是多少 他會告訴你 是4乘以3的12 為什麼呢 因為他是一個 一個這個字 他是3個byte之類的 那現在都處理掉這個問題了 他回答4個 長度是4是比較合理的 因為就是對我們來說 就是4個字母嘛 4個中文字嘛 長度是4 所以這大概是一些這個說明 那我們現在就是 我們這課程就是使用三版的 所以就是中文上面應該沒什麼問題 那同樣就是說 我們前面有介紹過是我們CHR CHR65是A 你用ORD就會 就會告訴你說 他的內部編碼是25 這個中文一樣 就是你給他中文的這個字串 把ORD壓 那就告訴你他的內部編碼是40232 然後呢 你問他說 你叫他把40232的這個 編碼的字傳回 那就告訴你這是壓 所以CHI跟ORD 是我們前面有介紹過的 那我們這邊就是告訴你說 他中文有work 中文有work 所以有了這個東西之後呢 我們就來看一下 我們事實上可以做一個簡單的 這個 傳遞密碼的一個 一個小遊戲 那怎麼說呢 就是說呢 因為我們知道說呢 這個 這個字串 它是用每一個 字串是有很多這個字元組成 每個字元都有一個內部的編碼 對不對 所以我們事實上可以用這個 我們就是做一個這個簡單的小遊戲 就是說我們用這個內部的編碼來傳遞訊息 這件事情 想像我們是個類似像間諜這樣子 不想讓人家直接看到這個訊息是什麼 對不對 所以呢 我們現在現在有個訊息 訊息是這個 晚上7點水源星巴克見 晚上7點水源星巴克見 對不對 那你要傳給你的這個約會的對象 那所以呢 我們怎麼做這個事情呢 我們想要把這個東西 轉換成一個內部的編碼 這樣大家比較看不懂 對不對 那所以怎麼做呢 我們就把這個message 一個字一個字抓出來 我們就跑一個for回圈 然後呢 這個for回圈 forcharacter 如果用這個msg的話 他就會把這個 一個一個的這個character抓出來 每個character呢 用ord 用ord 把它這個轉成內部的編碼 然後呢 我們如果把它這個print出來之後呢 它就會變成類似像這樣子 所以第一個 這個26202 事實上就是晚上的完 再來就是上 這個是7 這是點 對不對 星巴克水 星巴克見 對不對 那 所以這個就是 我們到時候 我們就可以把這一串東西 傳給你的這個約會的對象 對不對 那在這邊有幾個這個細節 也需要跟大家說 第一個就是說 這個looping的這個事情 對不對 looping就是說 你那個訊息就是說 你是透過一個for回圈 把一個一個的character拿來處理 那另外一個比較特別的地方 就是這個print 跟平常你看到的print 那一樣 這個print 然後print這個ord character之後 後面豆點寫 and等於一個空 一個空白 這什麼意思呢 那這個部分呢 就是跟你說呢 這個print它預設就是說 印完你要印的之後 印完你要印的東西之後 它後面會加換行 所以它跳到下一行去 但是呢 你如果不想讓它做這個事情 比如你想讓它把所有訊息 通通印在同一行裡面 那你這個你就會說 你就可以說這個and等於 這個一個空白的一個空格 這樣子的話 它印完這個之後會加一個空格 然後呢 然後再印下一個 對不對 那這樣子的話 所有人就會說都在同一個這個 同一欄 同一行裡面 最後呢 再印一個這個 最後再印一個換行就好了 所以這是為什麼我們這邊有 這邊是這個樣子 所以你現在應該知道 為什麼有一個 最後加了一個print 然後是空掛 這樣子的話它就會印出一個換行 所以最後這些東西印完之後呢 它就會印出一個換行 在下面我們把它這個copy出來 那 所以這個是這個部分 creener的部分 那 那接下來呢 你就把它傳給你的這個優惠對象 那你的優惠對象拿到這一串東西之後 你要怎麼解碼呢 解碼這就是一串數字啊 一串數字 那這一看起來就像密碼對不對 那密碼要怎麼處理呢 所以呢 我們如果知道它怎麼來的 我們就知道它怎麼解碼對不對 所以這個這一串東西 基本上就是用空白 切開來的一些這個內部的編碼 那所以解碼怎麼做呢 我們首先就是把這一串東西 把它擺到一個字串裡面 包含這個中間的這些所有的空白 對不對 然後呢 我們就可以用我們學過的這個 Split這個方法 Split這個方法 就把它 把這個用空白把它切割成一個一個的字 紫字串 對不對 那這時候呢 這個temp code就變成一個list 對不對 一個list 長度就是看你這邊有多少個code 然後呢 每一個裡面就是這個一個code 但是這個裡面這個code 目前是還是是這個 這個字串的行列 那所以你如果把這個temp code印出來的話 就是像這樣子 對不對 每一個element是一個字串 每一個element是一個字串 那我們需要做後續的處理 好 那接下來就是說是解碼的問題 那要怎麼樣來解碼呢 我們前面就是把它這個 把它用Split把它拆成一個一個的這個code 那每個code目前是這個 呃 是所謂的是Stream對不對 比如說這個 這個 Temp code的0 他是 Stream的26202 對不對 Temp code的第三個位置 位置3 是 Stream的40670 那我們知道這個東西 基本上就是某個字元的內部編碼嘛 那我們要怎麼樣把它還原成那個字呢 很簡單我們就可以用CHR這個函數來還原啊 那但是因為這個CHR它take的input 事實上是一個整數 而不是一個Stream對不對 所以我們就必須要用int這個函數呢 把這個Stream把它轉換成int的一個型別 比如說本來是字串的40670 變成整數的40670 那這樣就可以把它丟到CHR的這個函數裡面 所以呢 接下來做什麼事情呢 那丟進去之後 你就一個一個丟進去 然後把它接起來 然後把它接起來 變成你的解碼完成的東西 所以我們一開始是什麼 一開始就給它一個空的字串 空的字串 有沒有加U都一樣 因為它本來就是UNICOR的東西 然後呢我們就一個一個把它這個串上去 把它串上去 好像串珍珠那樣把它串上去 對不對 所以怎麼串呢 第一個當然就是把這個Tablecode 0 這個東西轉成int 丟到CHR裡面 然後把它加到這個原來的控制串裡面 然後呢另外一個當然你可以用加等於 加等於 跟這個加等於這個做法 跟前面這個是一樣的 兩個是一模一樣的東西 那這個看起來是 是更精簡一些啦 你如果 你如果知道什麼是加等於的話 其實我覺得用加等於 那你的程式看起來是更清楚一些 那 所以把這些東西通通合起來之後 就變成這樣對不對 本來這邊把 我們的這個code 放到一個字串裡面 對不對 然後呢我們說我們的Tablecode 就是把code用這個空白 Split開來對不對 Split開來之後 變成一個list 裡面是一堆這個 一個一個的這個code 然後呢我們就一個一個code之後呢 我們就是用剛剛的那個手法 把每一個code 轉成int之後呢 再把它轉成那個字圓 然後把它串到message 那message一開始是code直串 然後這樣子執行完之後 就會得到這個 晚上7點 所以星巴克見 是一模一樣的東西 那就是這樣子 那 那另外就是說 我們來說一下一些 就是 在比較常見的一些 這個 訊的操作 這個部分主要就是 是英文的東西 有些有些狀況 現在中文也是 有類似的事情 大部分就是跟英文比較有關係 那比如說呢 這邊講幾個 就是說 比如說你可以把第一個字大寫 或者把它轉成像title的樣子 title就是說 每個字 每個字的第一個字母都是大寫 offer就是全部轉成這個 全部轉成大寫 replace就是把裡面 把你原來的字串裡面的 某一個這個字串 替代成另外一個字串 那我們來看幾個例子 那比如說我們的字串s 叫做 athletes could not join the parade 對不對 就是這樣子 那如果你是說 s.capitalize 就是說 叫他把這個第一個 這個 第一個這個字母大寫的話 就變成這樣子 athletes could not join the parade 在這邊 我們這個點 這個東西 事實上 是說 我們是 這也許是各位第一次看到 這種做法 那這邊s 它是一個stream 是一個字串 那它本身也是一個物件 本身也是一個物件 那簡單的說 物件裡面包含兩種東西 有資料還有操作它的方法 那所以這個點呢 s.capitalize 然後這個 這個掛號的意思就是說 你把這個stream裡面的 這個一個操作的方法 叫做capitalize 的這個操作方法 把它執行一下 把它執行一下 就執行完之後 它就會突出 這個執行的結果 就變成是這個樣子 那這個字串呢 跟原來的有什麼差別呢 事實上只有這個 前面這個a 本來是小型的 變成大型 然後呢 這個s.title 就是去把這個資料操作 一下 操作的方式就是去 執行title這件事情 title這件事情 就是把每一個字的第一個字母 都大寫 比如說 athletes could not john the parade 這個第一個字母都大寫 那如果是upper的話 就是把所有的字母都大寫 這個樣子 這個樣子 當然你也可以去做取代的工作 你可以把原來的athletes 取代成guests 如果是這樣子的話呢 本來是athletes could not join the parade 那你說athletes 取代成guests 就變成guests could not join the parade 大概是這個樣子 那一些東西 還有一些別的東西 那我們就是稍微說一下 我們當然沒有時間去把所有的這個 可以做的資串的操作 全部都講完 但是我們可以做的事情 就是說我們去 挑幾個比較重要的 或者可能比較常見的東西 來說一下 那python3有這個線上的文件 你可以自己去看 裡面有這個 完整的這個說明 那 另外這個例子 比如說 另外這個是count count就是說 你可以把這個 字串裡面 某一個pattern出現幾次 把它算出來 那這個 它在計算這個 某個pattern出現幾次的時候 它就有計算 non-overlap的部分 就是說 你這個 如果說overlap的 它就是 它就是不算 這個算過的部分 就不會再算 所以假設說 s2這個字串 是media and mania 的話 那你count說 ia出現幾次 ia這個字串出現幾次 你看一下 這邊有ia 這邊有ia 所以它出現兩次 所以它就是 會是2 對不對 那另外一個就是 是這個in的 這個operation in這個operation 其實有些時候也蠻好用的 就比如說 我們如果定義說 所有的這個upper case的letter 是全部把它打出來 abc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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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沒有在這裡面 因為中間有跳 是abcd 對不對 那所以ad有沒有在這裡面 是沒有的 但是man有沒有在這裡面 是有的 你看 man是它的一個字串 它是一個字串 但是ad不是 大概是這個意思 那 另外還就是說 我們是有些時候 會想要去找找看這個字串裡面 某一個pattern第一次出現的位置在哪裡 那你要做這個工作 就是用這個find 比如說我們定義 s3是類似我們的電話號碼 02-3366-1184 對不對 那我們只要知道這個 這個中間這個橫槓 這個減號是出現在哪裡 對不對 所以我們用s3.find 就是s3是字串 它裡面有一個這個measure 有一個操作它的方法叫做find 那這個find 你如果是叫它找這個 這個減號的話 它就告訴你是2 2是說它是在位置2 位置2 我們看是不是012 它的確是在位置2的地方 那另外還有一些事情 比如說你可以問他說 這個某個字串裡面 是不是都是數字 比如說s4如果是1235的話 你問他說s4.isnumeric 是不是數字 他會跟你說true 但是123.5就不是 因為點不是數字 所以這個東西是一個 比較簡化的一個做法 就是它並不是 跟我們心裡想像 比如說123.5 直觀上它是不是當然是 但是在這邊的 isnumeric 指的是全部都是0到9的這個東西 才算數 那你也可以問他說 是不是全部都是upper case 全部都是大寫 比如說s6如果是hi 都是大寫的話 那s6的.isnumeric 就是說你問他說 這個字串是不是全部都是upper 他會跟你說true 但是如果你的字串是只有h.i 是小寫的話 它就isupper就會是false 那最後一個就是split 大家應該很熟悉的對不對 你可以用split這個方法 把一個字串 依照某一個你指定的這個 一個這個string去切割 對不對 像比如這邊是空白 所以not a useful tool 就會把它寫成not a useful tool 這個樣子 那最後呢 講一下這個很有趣的一個 我覺得還蠻有趣的啦 不知道你覺得不覺得有趣 就是要strip 那strip是做什麼 strip這個字的意思就是說 就是說是去除掉的意思 所以說比如說你有一個這個 有一個字串的s9 前面有些空格 後面有些空白 然後呢 你如果說呼叫strip這個messon 的話呢 那他就會把這個前後的這個空白都去掉 那說這個東西 這東西有些時候還蠻好用 就是有些時候就是說 我們這個字串前後的那個空白的時候 我們不care的 我們想要直接去掉的話 就是strip可以幫我們做這個 這個事情 就是有時候會遇到 那strip這個東西是上面有些變化 就是說我們現在 我們剛剛是傳入的是這個 沒有傳任何東西 所以他預設是用把空白去掉 而且就去這個前後的這個部分 那你可以說呢 我們一樣是要去前後的部分 但是我們要去的不是空白 而是別的東西 比如說呢 我如果說 我要這個有個字串是 就是www.example.com 那我strip要strip什麼呢 我要strip 所有的 CMOWZ 一點 這些東西 這些都是 這些是 就是任何的 只要是這些東西 在前後 都去掉 所以這個www.example.com 如果你把這些東西都去掉 它變成什麼呢 會變成example 變成example 怎麼說呢 因為就是說呢 它就會是這個 strip 它試圖在前面跟後面 找這些出現的東西 有的話就把它去掉 所以 所以 w要去掉 對不對 所以這個w全部去掉 一點要去掉 這個點要去掉 就到這裡 然後呢 尾巴的話呢 m要去掉 對不對 o要去掉 c要去掉 所以這個部分 也都要去掉 然後一點也去掉 所以就只是 好 那最後我們來介紹一個 這個 一個議題 這個議題就是 怎麼樣 就是提供一個好的 良好的輸出 良好的輸出 那良好的輸出 也是都跟資串有關 因為我們很多時候 這個一個系統的輸出 基本上也是一堆這個文字 一堆文字啊 表格啊 一堆這個數字啊 什麼的 那所以這個也是這個 我們在Stream裡面 討論的一些 這個相關的議題 那我們常常需要做的事情呢 就是說呢 我們希望有一個 長得漂亮的一個output 那這個長得漂亮的output 在這邊是一個 比較狹隘的定義啦 就是說比如說 我們希望說 啊 我們要輸出這個 這個油價 油價是多少啊 那我們希望就是 比如說到一位小數 之類的 然後前面加個前號啊 就像這樣子的事情 或者說 比如說股票價格 我們希望是到兩位小數啊 這種事情 另外就是說 那另外就是說 比如說你的這個 比如說你的 在叫號的時候 或者是 你輸出你的這個序號啊 那你希望說 比如說總共是不會 前面要補零啊 所以325 你是000325 這類的東西 這是偶爾就會遇到的事情啊 那或者說 有時候我們在產生爆表的時候啊 我們會給固定的格式啊 比如說我們前面是講這個 比如說是名字啊 名字是什麼 然後這些是 再來要 這邊要對齊 從這裡開始 FORM是什麼 然後呢 First Context Edge啊 什麼的 就是說有時候 我們會有一些固定的格式 需要follow 那這個固定格式的follow 有時候還蠻重要 就是說 你有這個好的格式 這個報表比較好讀嘛 之類的 或者是輸出的東西是比較 大家比較能夠接受的 那 所以我們就介紹一些基本的東西 是可以幫助你做完成這些事情 那所以這個就是 這個議題叫做Stream Formating Stream Formating 就是你怎樣把一個 把一個Stream 把它formate成一個你要的一個樣子 那 所以呢 比如說呢 我們事實上之前已經有遇到過類似的狀況 就比如說各位在這個 寫作業要輸出的時候 我們會說 規定幾位小數 對不對 大家其實已經有遇到類似的事情 就比如說 在這邊這個price 是長這個樣子 但是我們只要輸出兩位小數的話呢 我們可以寫 Current Price是%的 這個0.2F 對不對 然後這邊一個 這個前號的PRC 所以他的輸出就會是3.88 對不對 然後是到兩位小數 後面是首入 對不對 所以我們等一下會來介紹一下 這些東西到底是什麼意思 在這邊呢 這個% 在不同的地方有不同的意思 如果說你是對數字 公明有個%的話 事實上是求余數的意思 對我們之前有看到過 但是如果說你是Stream的話 %呢 它是一個formating operator 它是告訴你說這個東西呢 這個Stream裡面呢 有一些format的調整 是要根據你這個%後面提供的這個變數內容 大概是這樣子 所以我們就把這個例子擺在下面 這個例子應該大家都還蠻能理解 因為其實各位已經有遇到過類似的東西 那我們現在就是要把這個東西講清楚一些 所以這個format的這個格式 指定的方法是在這個地方 它也是一個%開頭 它一般的格式是% 然後後面是接which 是幾格 然後點 precision precision就是說 如果它是floater的話 就是它是浮點數的話 也可以指定有幾位小數 然後呢 再來是datatype 那datatype呢只有三種 一種是dicimal dicimal就是整數的 整數的 實境位的整數 f f是float 還有s s s是string 那這個width跟precision 基本上是optional 就是說你可以只要寫%d 或者%f或者%s 他就會 那這個python 就會知道你這邊是要輸出一個 整數 浮點數 或者是一個自傳 那位置的話呢 他基本上就是跟python說呢 你這邊的這個部分 要留多少空間 要留幾格 幾格 幾格 幾格character 這樣子 那如果說呢 你如果說 比如說你說我要留五格 但是你的長度 你事實上 你那個自傳裡面有 有長度超過五 怎麼辦呢 那python基本上 就是會幫你把這個 幫你自己幫你把它拉長 就是說他 他就不會就只有五格 你不會只有五格 但他你如果不足五格的話 他就會幫你留一些空白 那precision這個東西就是幾位小數 那幾位小數這件事情呢 只有浮點數有 只有浮點數有 所以就浮點數 是可以說後面是點多少 那比如說%0.2f 就是說是留兩位小數 有兩位小數而已 所以我們來看一些例子 像這些東西其實就是 你如果回去看文件 就是文件也是有 你可以回去看一下python的文件 那他們的說明 就是有些時候你光看說明 也就不知道 到底是在幹嘛 對不對 所以我們就是用一些例子 來 來說明這些東西 比如說你的這個自傳是 %s同學您好 您借的書已經預期 %d date %d天 對不起 請技術歸還 對不對 所以這個銀號引起來 這邊是一個自傳 後面這個% 就是告訴這個python 就是這些%s 自傳出現的%s跟%d 要怎麼樣處理 那所以這個後面呢 後面如果是有 比如說這邊有一個%s 一個%d的話 你後面就要兩個變數 那第一個變數呢 我們叫做王大雄 第一個變數叫做55 然後這邊用豆點分開 掛號掛起來 這個 就這樣子的東西 叫做一個tuples 一個tuples tuples是什麼 我們下一次會講 那但是就是今天 大家就知道說 就是說我們就是 這個王大雄呢 跟這個55 這個王大雄就是拿來 拿來擺在這個第一個 有%出現的地方 然後呢 再來這個55 就是用來取代 有%d出現的地方 那這個%d 因為55是整數 所以這邊是%d 王大雄是一個自傳 所以這邊寫%s 所以這個是一個很方便的 一個東西就是說 你可以先寫一個自傳 然後呢 預留一些位置 到時候呢 要用一些變數填入的 那這些變數呢 就是把它接在這個%的後面 然後這個變數的極空的方式 就是用一個這個 圓掛號的方式 然後把各個變數塞進去 大概就是這樣子 大概就是這樣子 所以像這樣子的話呢 它的這個結果就會是 王大雄同學 你看這個%s 就會取代成王大雄 對不對 你記得數已經預期55天 這邊是%d 對不對 55天 減輕又歸還 那如果說是整數的話呢 這個 你可以用這個%5d 反正5d的意思就是說 它的單位長度為5 所以你這邊如果說提供 提供給它一個整數7的話呢 它就會 它就會從這邊呢 這邊已經空了1格對不對 那這邊還會再空4個空格 1 2 3 4 最後才給它 輸出一個7 那 那如果你就有你的這個 你提供的變數只有1格的話 你可以有掛號或者沒有掛號 然後都可以都walk 那有些時候你常常會看到就是它 如果只有一個東西要取代 然後你後面%後面是沒有掛號的 但是你如果有多個的話 你就是要用掛號 然後掛起來之後呢 後面用這個豆點把這些變數分開來 那 那如果你寫%10的話呢 它當然就是會預留10個 所以它這個長度會比較長 那因為這邊這個 這個輸出它的那個 空格的那個寬度 跟一般字體的寬度不一樣 所以你看 你會看到的時候 好像沒有這麼 長那麼多 但是你如果是在固定空格 固定 固定寬度的這個 顯示下面的話 它就會是空10格 那輸點數的話呢 這個 是用% 就比如說10.5 是說單位長度為10對不對 然後有5位小數 然後它是F 不是說它是福點數 對不對 然後比如說你如果是提供 3.1415926的話呢 它就會是寫這個樣子 3.14159對不對 如果這樣剛好 1 2 3 4 5 剛好有5位小數 然後那前面這邊會幫你留 總共會給你留10 10個這個格子那麼多 10個character的長度 那如果是%0.5的話呢 就是說 藍位長度為0 意思是說 就是說 就是沒有規定的意思 就是說它該是多少就是多少 但是小數點的位數是5 如果是這樣子的話呢 它就會是小數點一樣是5 那只是說前面它就不會幫你留什麼 就是說你該是多少 該佔多少就佔多少 然後呢 另外就是說你可以看到說 如果寫個%f的話呢 跟%0.20f 0.20f就是說沒有規定總長度是多少 但是有20位的小數 同樣都是顯示3.14 我們來看看會怎樣 那第一個就是說呢 他們有一些預設的這個Python 預設這個福點數的顯示 就是3.14 後面接到它會接到一定的位數 到這裡 如果說我要把全部的這個後面的 我要顯示到20位的話 你就會發現說 這個3.14後面很多0之後 跑出一些奇怪的12434 什麼東西 那這個部分就是 是福點數表示的一些誤差 因為就是說 我們電腦裡面表示這個 這個福點數的它有一套做法 這套做法會造成類似這種這種誤差 看到這種怪怪的 那所以呢 這個我們綜合前面說的事情之後呢 一般來說 你留的那個欄寬 如果說是比你要顯示的東西來的寬的話 一般它會向右對齊 會向右對齊 那如果要叫它向左對齊怎麼辦呢 要叫它向左對齊就是用一個減號 我這邊用一個減號就會向左對齊 然後呢 當然我們前面有看到一個什麼3.14後面 0.00後面有個1235 123那個基本上是一些 就是你可以把它看成是一個隨機的數值 那些數字是沒有意義的啦 沒有意義的啦 那這些東西就是說 在一般的數值運算裡面 其實它並不會造成太大的問題 因為它是小數點後面很多很多很多位了 但就是說 如果說你真的care這個事情的話 就是在python裡面有其他的所謂的 可以讓你很精確的表示這個數字的方式 就別的資料行別 你可以用別的資料行別 但是這不是在目前討論的範圍 那最後就是跟大家提醒一下 就是說呢 你在用這個加號串接的時候 要特別注意一下這個串接的東西 必須要都是同一個型別 對不對 那比如說你如果是要把它用 類似像自串那樣串起來的話 你要確定 你這個串起來的東西都是自串 比如說呢 你這邊寫value等於3.14 它是一個float 然後它是一個浮點數 然後呢 你如果說 要叫它印出print the value is 加這個value 再加上一個句點的話 那就告訴你說這是不對的 對不對 因為你就把 你就把這個 把這個浮點數 跟這個stream 要加起來 這個python 不知道該怎麼加 所以就必須要處理一下這個事情 對不對 那你可以想一下該怎麼處理 對不對 給各位3秒鐘 1 2 3 想到了嗎 如果你沒想到的話 你就 那我現在跟你說 就是說你在這邊就可以加一個 加一個sdr 對不對 這樣子可以了 可以回去自己試試看 那 所以這個就是 我們剛剛說的 就是說你在做加 加的時候 因為不同的 要行別加的意思是不一樣的 對不對 大家現在應該有發現 對不對 所以你要特別去注意這件事情 好 所以這個大概是今天這個自竄的一些討論 那我們接下來 那 後續就是 是這個 我們講一下作業 那作業2-2的話呢 第一題是做 這個CSV檔案格式的處理 那這東西是幹嘛的呢 大家就是回去可以看一下這個題目的說明 那題目的說明基本上就是說呢 這個 這個CSV檔這個東西 是很常用的 對不對 就是說大家很多時候在處理資料的時候 都會遇到這個CSV檔 那我們這邊就是說 我們跳過這個檔案處理這個部分 我們單純的就是只有看 就是說你今天拿到 這個一行的這個CSV的這個 這個資料 你要怎麼處理 那這個處理的方式當然就是說 是把 把這個一串東西 把它切割成一個一個的這個 欄位 一個一個欄位 所以在很簡單的case裡面 假設你的資料內部 因為CSV by definition 是 comma separated value comma separated value 就是說它是用豆點分隔 所以如果你資料裡面沒有豆點 那這事情應該很簡單 對不對 所以假設你的input是類似像這個樣子 裡面就是一堆數字 這數字裡面就是假設它是沒有豆點 有些數字沒有豆點 但這個數字假設沒有豆點 所以所有的豆點 都是拿來切割欄位的 這就是很簡單對不對 所以我們的假設你的是 你的資料是長這個樣子的話 那你的output就是一個欄位一行 一個欄位一行 這是一個簡化的狀況 那這就是case1 第一題有兩個case 第一個是簡單的case 第二個是複雜的case 複雜的case做什麼事情呢 就是你一樣是做切割欄位這件事情 但是這時候我們允許資料裡面有豆點 那CSV這個東西 它在資料有豆點的狀況下面 它的做法會是 它會用一個引號 把有豆點的資料引起來 比如說像這邊 這個是第一個欄位 第二個欄位是Stream12跟Stream13 因為這個 Stream12跟Stream13是 第二個欄位的內容 但是它 因為它中間有個豆點 所以它用引號引起來 那Stream14 是沒有豆點的 下面這個呢 因為它這個欄位裡面是有豆點 所以它用引號引起來 所以呢這時候呢 事情就變得比較複雜 對不對 因為你在做欄位切割的時候 你不能單純只有用豆點下去切 只有用豆點下去切很容易 這個大家都會 但是就是說有些時候呢 像這種狀況下面 你就要排除這個 用引號引起來的中間這些豆點 它就不再是作為欄位切割用 而是它是資料本身 那這個就稍微複雜一點 那各位要的話想一下怎麼處理 那Output的一樣 就是每個欄位是站在一個Raw 在一個Raw 在一行 這是第一題 就是說做一個簡單的CSV檔案的處理的練習 那第二題呢 第二題就是一個這個 StreamFormating的一個練習 就是做Pretty Print Pretty Print 就是說呢 Given一個CSV檔案 這個目前 我們給你也是一個簡單的 就是用豆點都是拿來做 切個欄位的這種狀況 然後呢 我們在這個題目裡面有說 就是這個每一個欄位 它有些要求 比如說這個欄位寬度要多少啊 然後呢 小數點要幾位啊 就照這個東西 然後再把它這個 把它這個印出來 所以每一個Input 就Output的一欄是 Output的一行 就是這個有 這個符合我們有事要求的輸出 那最後一題呢 是這個做所謂的Wall Segmentation Wall Segmentation 那這個事情是做什麼呢 就是說很多時候我們文章讀進來之後 第一件事要做的 常常是把文章裡面的所有的字 一個一個的切出來 那後面還有很多別的處理可以做 但是就是字的切割常常是第一步 那字的切割在英文的這個部分 其實是算比較單純的 那英文的部分就是說呢 英文裡面大概就是一些標點符號的切割 就是你就是依照標點符號的切 那所以我們在題目裡面有詳細的說明就是說呢 我們現在就是定義了有好多不同的標點符號 這些標點符號都是拿來切割字的 都是拿來切割就是Maccavary用的 所以呢就是要把這個 依照這些標點符號的這個 這個切割的方式呢 下去把這個一個輸入把它切割成 切割人所有的這個單字 比如說呢在這邊你的輸入如果是money address homecoming zida plus apple的話呢 那我們在我們這個題目裡面的定義 豆點是拿來切割 豆點是拿來分割的 然後呢這個橫槓不是 減號不是 分號也是拿來分割的 加號也是拿來分割的 然後這個 這個句點是拿來分割的 所以你就要依照這些分割符號去把 把整個這個輸入切成一個一個的單字 單字 然後把每個單字輸出 一個單字在一行 所以像這邊的話呢 第一個單字是money 第二個是address 再來是homecoming 再來是zida 再來是apple 所以你的輸出就是money address homecoming zida apple 這個樣子 好那所以這個大概是今天做的 課程的內容 然後謝謝大家 這份兒 等一下 請問出了 我來看一下 我們會進到 那邊 便宜 然後